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走进中兴社中国焦点面对面 我是中兴社记者王恩博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 经济体制改革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稳步推进 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更加完善 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形成 这十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全方位展开 系统性推进 十年改革哪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改革这关键一招 如何来持续激活中国的发展潜力 中兴社中国焦点面对面 邀请到国家发改委提改斯副司长蒋毅 对此进行权威解读 蒋四长您好 主持人好 那么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如何 取得了哪些成效和亮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经济体制改革 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全方位展开 系统性推进 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 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系统完备 更加成熟定型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提升 主要成就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市场主体的活力有效激发 国资国企改革完成了顶层设计 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持续推进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 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 混合所有制经济稳健发展 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不断健全 重点行业的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 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不断优化 过去十年 民营企业的数量从1085万户增长到了4457万户 翻了两番 二是市场体系的建设不断完善 立法 执法 司法 全方位的产权保护制度体系逐步形成 全面实施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 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 加快完善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 配置高效公平的要素市场制度 形成了100多万亿元经济总量 14亿人口 4亿左右中等收入群体的强大国内市场 三是宏观经济治理改革取得了新成就 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 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 就业 产业 投资 消费 环保 区域等政策协调 发力的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完善 宏观调控的方式持续创新 区间调控 定向调控 相机调控 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等更加灵活有效 保持了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深入推进减证放权 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出台实施 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行政审批的事项大幅减少 四是高水平开放经济的新体制加快构建 统筹推进21个自贸实验区的建设 向全国复制推广了260多项制度创新成果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顺利起步 外商投资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全面实行 颁布实施了外商投资法 全面建成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并覆盖全国所有的口岸 贸易便利化的水平大幅提高 我们知道国际改革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领域 从目前的实践来看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效果怎么样 想请问下一步将如何来进一步的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做出了战略性的部署 随着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改革成效日益凸显 一是形成了各类所有制经济 互促共进的良好局面 国有资本实力品牌优势 和非国有资本市场机制的优势 互相融合 围绕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的战略合作 持续深化 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 重点行业的改革提速 竞争性环节有序放开 有效带动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企业累计引入了社会资本超过2.5万亿元 地方国企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 引入社会资本超过7000亿元 呈现出了融合发展的良好趋势 二是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功能放大 超过100家完成试点任务的混改试点企业 一共引入了外部资本超过2530亿 改革后国有资本权益平均增长约20% 近20家试点企业成功的登陆国内股票市场 国有资本权益实现了倍增 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 存量的国有资本的质量效益显著改善 盈利能力明显提升 增量的国有资本也实现了结构优化 转型升级 切实放大了国有资本的功能 三是培育了一批高质量的市场主体 通过混合所有制的改革 一批长期亏损甚至濒临破产的传统国企扭转了颓势 在很多领域培育出一批生机勃勃的专精特薪和隐形冠军企业 切实激发了微观主体的活力 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推进混改的过程中 指导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改革操作路径 为深化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借鉴 实践证明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战略部署 是完全正确的 符合现阶段中国改革发展的实际 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有着蓬勃的生命力 下一阶段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持续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牢牢把握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正确方向 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坚持发挥各种所有制资本优势 坚持依法依规推进 坚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一是突出改革深化 持续深化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严格遵循完善治理 优化激励 突出主业 提高效率的要求 聚焦混资本 改机制 优监管 强配套 推动改革取得更大时效 二是突出增量混感 务实推进新能源等领域 增量混合所有制改革 培育一批高质量的市场主体 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是突出示范带动 组织开展深化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示范 加快培育建设一批产品卓越 品牌卓著 创新领先 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 提供坚实的微观基础 谢谢蒋司长 您也给我们回顾了这十年来 我国的一些很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举措 那么当前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 也是有所加大 围绕稳增长 未来国家发展会将如何通过改革 这关键一招来激发我们的发展潜力 增强我们的发展动力 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了一系列 激发发展动力的重大改革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立足新发展阶段 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 将这些重大的改革认真的落实落细 首先是加快推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改革 完成国企改革的三年行动任务 深入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 积极稳妥深化和和所有制改革 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 加快结构性改革步伐 实现高质量发展 聚焦市场主体关切 持续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营造各类市场主体 竞相发展的良好环境 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二是加快推进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的改革 着力清除市场壁垒 完善市场体系基础制度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综合改革试点 力争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领域有重大的突破 在数据要素的相关基础制度上有显著进展 稳步推进重点行业竞争性环节的市场化改革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 进一步完善全国统一的油气市场体系 三是加快推进稳增长扩内需的改革 创新投融资体制 推进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 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 更好的撬动社会资本扩大有效投资 推动消费体制扩容 进一步改善消费环境 促进居民消费持续恢复 完善按要素分配的制度设计 推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 四是加快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坚持扩大制度性开放 落实好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 进一步放宽外资市场准入 实施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 抓好全岛风关运作 优化外商投资服务 推动重大外资项目的加快落地 五是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 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完善科学好考核和统计核算的体系 有效避免一刀切和运动式减碳 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 搞好用能权和绿色电力交易试点 完善资源价格的形成机制 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 取得重要通破 我们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 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 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注入强大的动力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蒋毅副司长给我们的解读 各位观众 本期中国焦点面对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